有這個惡婆婆媳婦就很難做 這個國民黨就是惡婆婆 上次裴洛西來 我們政府沒有發佈 因為其實這個老實講 說台灣上空有點誇張 因為它是在大氣層外面 我們上次沒有發佈 日本發佈了 就被國民黨痛罵一頓 那這次我們一發佈 國民黨又痛罵說 你幹嘛發佈 你那時候人氣床床 恐怕人民 國家機器又來了 麻煩大家有嘗試一點 這件事情就這樣而已 不要大驚小怪 沒事的 但是我們請趙超康 你不要再喊了 你喊一天來飛機 你喊第二天來火箭 我不知道你在喊第三天 會來什麼 拜託你比較聽不懂 那你用這樣子來說 造成戰爭的威脅 我要講一句話 請侯康 請國民黨所有人都聽清楚 古今中外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因為害怕戰爭 就會得到和平 你不要害怕戰爭 你才會得到和平 國民黨主政下的中華民國 並沒有民主的選舉 並沒有選總統 馬英九 包括馬英九都是反對總統直選的 是贊成委任直選的 反對總統直選的人 結果你選上了總統 結果你今天再來說 台灣完蛋了 台灣打不過人家 這是一個叛國的行為 叛國的言論 中華民國一直 辭職了全世界最長的戒嚴 中華民國今天之所以 可以選總統 可以國會全面改選 是因為我們民主的先輩 流血流淚 才爭取來這樣的權力 然後我們才選總統 才選立委 才有這些的 不是因為你中華民國給的 你中華民國從來沒有要給我們 是我們去爭來的 是我們全台灣的人民 說我們要這樣的權力 才要到的 不是中華民國給的 中華民國今天能選總統 能選立委 都不是你國民黨的功勞 都是你國民黨一路在阻擋的 那我們讓民賢哥來回應一下 我要回應什麼 就是 你有在聽嗎 有啦 你聽不懂啦 因為其實這個引起的反應 迴響有非常的多 那主要因為國防部 又出一個包 然後他講說是missile 是飛彈 不是satellite 衛星 那當然會引起心裡面的那個影響不一樣 不過因為我主要我是看中文 我第一時間我不會看說英文怎麼樣 不過有一些政治人物 藍營的特別 就點出來 你英文為什麼給我寫missile 不是寫satellite 你有問題 你給我強寒 變成變成政府的問題了 你們去想一想 是誰發射的 對不對 然後我們看看侯友宜跟趙燒康分別說了什麼 不容許中共挑釁的行為 但是他們都是會有淡輸的 淡輸就是 盡警力的沒有發布 說12月份其實他們有非常多的衛星的發射 你怎麼之前都沒有發布 這次又發 然後又說是衛星 那又好像不是 那到底是不是你們又要說是中國界選 那我們再看 趙燒康他其實 昨天我們有聊到這一塊 他說跟中國警告 但是問題是 他們怎麼越說人越挑釁的 有這種味道 那小英總統呢 其實在這個警報想起來的時候 他在高雄 然後他是去一個這個長照據點 然後在講話致詞的時候 旁邊就是高雄市長陳其邁 他有特別講說是衛星不是飛彈 不過像這個時候 總統都是怕大家做會 所以大家也不用歡樂 就是希望大家的不用心 心裡面覺得要受到一個相關的影響 你看到今天這個國家級警報的時候 你當下是什麼反應 好 那因為選舉越來越近 據說有很多人都得到選民焦慮症 大家都非常的激動 所以我們現在要大家輕鬆一點 來Easy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最主要的 就是我們教育失敗 第一項教育失敗就是108課綱失敗 所以跟108課綱有關嗎 108課綱主張少用文言文多用白話文 這一個警報出來的時候馬上有人說 中國衛星發射去越南關我們什麼事 是不是 很多人都說越南啊 越南啊 飛越 飛越南 飛越就不是白話文 以飛過 飛過我們的天空 如果你寫以飛過南部上空就沒事 你們就算用文言文沒有接受108課綱在講飛越南部 就大家都以為是越南 我跟你講有很多人都以為越南 越南關我們什麼事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雙語教育失敗 為什麼連國防部這個火箭 你為什麼要把它寫成這個飛彈呢 這個我們也不認識啊 但是我們英文沒有那麼好 可是我們也都會查嘛 我老婆第一個時間就查說 可是英文寫飛彈耶 哪上說我們是要跟外國人說是飛彈 然後跟我們自己人說是火箭嘛 那我先說明一下說 這個簡單的軍事常識 我們要發射衛星的時候 要利用的東西就是叫做火箭 火箭把衛星載到空中 然後這個衛星去繞著這個軌道的時候 這個火箭就會墜毀 或者是說像馬斯克的 他的火箭就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那大部分的火箭現在就會墜毀 那這個墜毀的時候 火箭的殘骸確實可能落在他所飛越的地方 中國的火箭也曾經落在他們自己國家的土地上 所以那國防部來告訴大家說 請民眾注意安全 然後不要被火箭殘骸 會有東西掉下來 對 對 所以講說發現不明物體通報警銷人員處理 因為它可能在燃燒 所以這都是完全正確的 只是你就不應該用飛越 而且飛過就沒事嘛 不要用文言文嘛 那另外就是你不要用飛彈嘛 火箭跟飛彈有什麼不同 我們說你看哈馬斯什麼 這個黎巴嫩真主黨也常常打火箭 打到這個以色列去 火箭它本身是沒有特定 沒有辦法準確的打向某一個目標 就像砲彈一樣 我大概打過去 所以它是面的打擊 所以你看每次打火箭都一打幾十個 甚至上百個這樣 那飛彈是非常精準的 指哪裡打哪裡 包括我們的飛彈打漁船 不知道那是不小心 那都會打得很準 所以那個叫做飛彈 所以火箭跟飛彈是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你會用火箭去載衛星 你不會用飛彈去載衛星 所以打的這個東西 絕對不是飛彈 它只是火箭而已 那中國也第一時間就發佈說 我是用火箭來載衛星打過去 然後就說它打得好 但是抱歉我們都有看到 因為它為什麼不通知我們 它認為我們不是國家 所以它跟世界各國講 不跟我們講 對 然後不把我們當國家 沒關係 我們還是看得到 再來 因為我們算是抓得蠻快的 對 非常快 所以其實我們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個有這個惡婆婆 媳婦就很難做了 這個國民黨就是惡婆婆 上次裴洛西來 我們政府沒有發佈 因為其實這個老實講 說台灣上空有點誇張 因為它是在大氣層外面的 大氣層外面 你許被它對抬 它說是敵我們的上空 所以那個 那個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那我們上次沒有發佈 日本發佈了 哇 就被國民黨痛罵一頓 那這一次我們一發佈 國民黨又痛罵說 你幹嘛發佈 你在當年期傳統 國外人民 國家機器又來了 麻煩大家有嘗試一點 這件事情就這樣而已 不要大驚小怪 沒事的 但是我們請趙超康 你不要再喊了 你喊一天來飛機 你喊第二天來這個火箭 我不知道你在喊第三天會來什麼 拜託你比較懂 這個北韓 不只發射飛彈不講 就算北韓發射衛星 沒有在日本領空 只是在日本海 日本政府都會發佈刑派 也會發 因為可能會打到漁民 對 多有漁民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 那你用這樣子來說 造成戰爭的威脅 我要講一句話 請侯康 請國民黨所有人都聽清楚 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因為害怕戰爭就會得到和平 你不要害怕戰爭 你才會得到和平 我要講一下 國民黨主政下的中華民國 並沒有民主的選舉 並沒有選總統 馬英九 包括馬英九 都是反對總統直選的 是贊成委任直選的 反對總統直選的人 結果你選上了總統 結果你今天再來說 台灣完蛋了 台灣打不過人家 這是一個叛國的行為 叛國的言論 中華民國一直辭施了 全世界最長的戒嚴 中華民國今天之所以 可以選總統 可以國會全面改選 是因為我們民主的先輩 流血流淚 才爭取來這樣的權利 然後我們才選總統 才選立委才有這些的 不是因為你中華民國給的 你中華民國從來沒有要給我們 是我們去爭來的 是我們全台灣的人民 說我們要這樣的權利 才要到的 不是中華民國給的 中華民國今天能選總統 能選立委 都不是你國民黨的功勞 都是你國民黨一路在阻擋的 那我們讓民賢哥來回應一下 回應一下 你有在聽嗎 有啦 我覺得是台灣民主其實很可貴 就是說過去歷史的大選 這兩邊的大選 我覺得看得到很多新聞 大陸其實很多人民很羨慕 台灣沒有選舉 總統選舉的時候 他們都翻牆過來看 你也有看到嗎 所以台灣選舉我覺得很有趣 很好 民主再怎麼樣 民主好了 你說他效率比較差 可是台灣民主必定 一票一票選自己總統嘛 甚至在我們政論節目 我們可以我常常被好幾個圍剿 必須執政黨攻擊在野黨 我覺得這也是民主的價值啊 一樣啊 你不論是在野黨或批評監督政黨 想不想讓我們流血求進步嘛 所以我對習近平 就是說大陸中宣部 老實講 那個是他們之前幾年前的宣導片 那後來又因為他們的官媒 又寫了一篇說永遠在路上 對 很多人跟他們說 你永遠哪有可能啊 你不在做風帝啊 而且70歲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體制 比大陸有價值可貴的地方 就是我們民主體制啊 大陸再怎麼樣 就是他們現在是獨裁 就是威權啊 這是好的地方嘛 國民黨過去好了 你說君大哥有時候 好像很感性啊 變成說他是總統參選人 在發表演說一樣 我是有在準備啦 我也模擬一下 過癮啊 那你要請三一把後面的背景 換成那個經國廳啊 我沒有那麼無恥 我有讀臉子那邊 國民黨過去在威權時代 在解嚴的過程中 他當然有他做不好的地方嘛 可是你說對民主沒有功啦 或沒有民主選舉 這也贏過其實啦 我覺得台灣民主這本選好嘛 就變成說兩岸之間的典範啊 至於說馬總統或國民黨兩岸 真的是這樣啦 我們維持嚇阻性嘛 就是兩岸持續交流 這是我們的主張嘛 馬英九沒有說賀主 就說打不過人家啦 馬英九就說不用賀主 沒有啦 我要遺想你啦 不要跟你 沒有 我可以念直接 這是外型媒體直接跟我說 他的原因上 因為跑馬英九的新聞很久 你說他就投降了 他就不買武器啦 也沒有嘛 所以你包括侯惟提出3D的策略 第一個賀主 我們賀主 我們要擺在前面啊 武器要繼續買啊 所以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是過去幾次大選的時候 兩岸因素外交因素很重要 上次選舉的抗中寶財 這是選舉耶 然後我想很多時間 我們都討論聚焦在國內的居度正義 有沒有 是是是啊 所以台灣重要性 國際外媒都關注 甚至對岸人民也關注 所以把選舉辦就好了 所以有一些空隙 請報這個就不要亂發了啦